冬寺红法市 今天我跟崔青约在一起逛 来看我们都遇到了什么好东西 秋高气爽 天气特别好 桂花都开了 一路上能闻到桂花的香味 今天去冬寺红法市 一会儿见 今天人这么多 事儿好是吧 大家都出来玩来了 都往那个冬寺方向走 走在去冬寺的路上 看到这么多人 看到这么些摊位 突然意识到 我都忘了疫情这么回事儿 回归正常的生活真好 可以坦然的吃吃喝喝 自由的去玩耍 你想要这铁链是吗 没有如果想象不到 我看这个 多少钱啊 铁铁铁铁铁铁铁了 我特别喜欢这种质感 你知道吗 麻麻烈烈的 腐蚀的感觉 不是特别平衡 折叠小椅子 竹子3000块钱 买一个可以在院里坐着 挺好的 人民币才100多块钱 有点东西 今天约了崔青一起逛 他还没到呢 我先在这转悠转悠 2块钱 芋头和生姜才200块钱一袋 吴晨 崔青 好看劲了20 来让我看看你的帅的小包来转一圈 你的后面这个包 这个篓子 天哪 你马上就成这边的名人了 一看这篓子就能找到你了 美的好 一看这篮子就想起王冲了是吧 我这篮子明天有清水烧的 明天特别有名是吧 对 青春之士很有名 现在这种书几乎都看不到了 太老了 这树 开始一个杂质 其中的雨天 是吗 这是拍卖的锤子 原来你记得咱买了一个欧洲的 这是个香炉吧 你看这个香炉好看 虽然有点腥 会有意思 这个你发现烫花的 这个好看呀 这个我喜欢 这是 你可以买一个 这个好漂亮 我给你打开看 好 面子 今のものと全然比较来ない しかもね 軽いんですよね ものすごく 这种好看 いいですね 这个中这个一番 那我最初的买了 真的吗 对 对 非常好 这个好像是8000左右 就犹豫了一个 太漂亮了 你看这48元 德文 嗯 很漂亮 这几个字写得太漂亮了 装饰着 你不觉得吗 有意思没有 他做的还特好 很幸运 感觉这个是服饰店做橱窗陈列的道具 做的挺好玩的 帮个朋友买下来了 我是吴晨 现在是东四古董集市现场 每周都会带大家一起逛逛集市 看看各种各样的古物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频道 一面在人群中失散 这是懒软的包是新的 这个我们那个和服店老板娘 崔青比较需要这个吧 我觉得你 和服 而且它和服特别艺术 特有装饰性 然后可以箱子进块里 问问多少钱 咱一起买 是不是能便宜点吗 多好看 你就把这别加上了 加上看不清楚 特别漂亮 这是枝的是吧 这两个是印的还是枝的 特别好看 我喜欢这兔子的 它漂亮了 好看吗 好看吗 这就是赤绿币吗 这就是Tシャツ的 啊啊 女人 我没听懂 五十枚过程 这就是最好的人家 是最好的人家 好看 嗯 米红就是一个饭本 就是我想织成这样子 这个花啊 你可以把它口中 T恤闪闪也特别好 对啊 哦这是饭本 饭本 这两个我要 你要吗 你要你要 还有这个 嗯 这个做的挺漂亮的 你看 这贝壳上画的 淘气的一个小铃铛 这个帽子挺漂亮的 好看 就这个 不能担药 不是他说他有权卖给我 我不要呀 这么多东西 就这个好看 别的不好看 这个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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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看 对 对 对 衣食成功 我不要 这个 这个 是新品 我要做 哦 这个 什么用的呀 看着用的 看着用的 我更知道 哦 摆着看了 这边书挺好的 多少钱 一万五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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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 你这个老婆不行 他这个太贵了 买不起 买不起 逛累了 去找地方吃点饭去 我们下集再见